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大悲心 大慈大悲 怎么个度法呢 这个地方注意 一定要知道 就是要做一个好样子 这就是度众生 我做一个好的榜样 给一切众生去看 你看佛 他做个样子给我们看 每天生活 做一吃伯 入社会大臣 其实举一个例子 样样 度和规矩 他做个样子给我们看 我们今天学佛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 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 众生不守法 我们守法 带头 带头 做样子 众生 不守规矩 我们守规矩 众生呢 做什么事情 投机取巧 自私自利 我们带头 做个好样子 我们一切奉公 受法 认真去做 利益 一切众生之私 能够学己为人 这好样子 在家庭 做一个家庭的好样子 在公司行号 做一个公司行号的好样子 无论 你从事于某一个行业 你在这个行业里 做一个好样子 整个社会 大家都能这样做 这个国家 就是福国 这个地方 就是极乐世界 这才叫真正学佛 这才叫学佛 得到真实的受用 真正的利益了 你以为利益在哪里 学了佛 佛菩萨保佑你 会赚大钱 这是你的利益 那就完全错了了 大钱赚到了 还是你命里头有的 命里头没有的 佛菩萨也不能够帮助你 所以念念想 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 这就是祝佛 菩萨度众生 度的意思 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就想得我应该怎么学了 在学校念书 我做一个好学生 功課好 平性好 身体好 好学生的 那就是菩萨 做一切同学的榜样 那个学生叫菩萨学生 佛菩萨学生 佛华要这样学法 学了马上就有用处 就算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